比利斯第一場比賽大勝巴拿馬 盧卡古入了兩球 主要是特利斯我們也看過 在深夜時段的直播 他們1比2輸給英格蘭 英格蘭在接近原場 才由夏利卡尼完成絕殺 這場比賽看起來很懸殊 聽你的拍檔有甚麼看法 你說是比利斯和特利斯懸殊 其實特利斯第一場打英格蘭的時候 剛才陳年特別提到 如果不是夏利卡尼對他打授的時候 入了一球球 那場比賽是1比1 事實上在抗爭上 給了很多困難給英格蘭 固然之第一場比利斯算是比較順利一隊 但當時上半場是比較膠著的 下半場出來的時候 如果不是梅頓斯的世界球 打下去很難說 所以我覺得這比賽最重要最重要 入球是最重要的 剛才有些問甚麼 這個其實是挺有趣的 因為是上次在史丹福橋球場 其實是訪問高徒爾斯 那他在現場 稍後再給大家近鏡看看 現場其實我也看到高徒爾斯在熱身的 第一個訊息 扯了氣 我看到看台裏面很多被太陽曬著的觀眾 剛剛給我喝一瓶飲 二十幾度 如果對到太陽是熱的 至於剛才陳寧說的問題 其實第一場 特尼斯跟英格蘭可以說是亂鬥亂的 特尼斯有些後衛 譬如說他整個 給大家看看 就是上次在史丹福橋 萬成是贏球 之前那年其實是輸球 就訪問高徒爾斯 其實說到 比利斯現在是較為平穩的 至於特尼斯會不會繼續在第一場 亂鬥 如果是的話 就都不是很值得被較為看好 不過天氣就似乎非洲球隊會較好 是的 其實接近去到三十度 現場的溫度 非常熱 所以這場比賽可能體能 也是影響兩隊發揮的其中一個關鍵元素 剛才怎樣說到排名的懸殊 因為有一個數據說到身價 迪布尼身價1.5億歐元 特尼斯23個球員 加起來是5,888萬歐元 迪布尼一個人球員的身價 身價已經比特尼斯的球員貴 所以排名上看起來很懸殊 當然排名不代表比賽結果 在陣容上 其實兩隊都是較謹慎 比利斯用上一場贏巴勒馬 完全一模一樣的陣容 特尼斯對英格蘭那一場 在這場比較 只換了一個76的卡奧爾 頂退了斯利迪 兩隊對不變的情況有什麼看法呢 剛才陳廷談到身價的問題 我想借一個話題 巴西隊的球員的身價超強 但這次打起來被人感覺 就不太接受 當然恭喜他們昨天贏了球 英格蘭也是 是的 我們說了一個 平時直球的時候 球員到場的時候 至於現場 其實他們就叫做最後階段緊身 是的 你們好像昨天進入球之後 麗瑪也哭了 但是他要多謝什麼呢 多謝他的隊友 把那個肉餵到他的嘴邊 是的 昨天巴西贏了 哥斯達尼加 至於這場比賽 對於特尼斯來說 是一場不容有失的比賽 因為他們暫時只有0分 對於比利士來說 其實手頭差了3分 所以今晚的比賽 如果是贏球的話 有可能會直接進級 所以這場比賽 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對於雙方來說 都很關鍵 比利士剛才提及過 他們的陣容 完全是一模一樣 沒有任何變化 特尼斯暫時 只是作出一個變化的調動 我們或者要先看看廣告 稍後回來 我們或許會再因應 現場的情況 以及兩隊的陣容 作為大家做一些 比較詳盛的分析 我們稍後再見 好 我們教育時間 送出比利士對著特尼斯的比賽 說到比利士 很多人的焦點 就是集中在迪布尼亞 或者哈薩特身上 不過上一場比賽 入了兩球的盧卡古 其實也可以探討一下 盧卡古代表國家隊 在歐洲盃和石塔盃 已經入了五球 距離他們 比利士國家隊的 這個大賽入球紀錄 只是只差一球 今晚真的有機會 打破這個紀錄 主要是特尼斯的中鋒 卡斯利 雷欣的前鋒 也是他們的 所謂入球的倚重者 我們可以比較 這兩位球員的 第一場比賽的數據 盧卡古踢足90分鐘 射了三腳 入了兩球 效率其實挺高的 卡斯利上一場踢得比較靜 卡斯利過往曾經 效力過 新特蘭這位 效力雷欣的前鋒 兩位對於盧卡古上一場比賽的發揮 有甚麼評價 剛才我提到 尼瑪的球在入球 要感謝他的隊友 盧卡古第二次的球 很重要 他要感謝他的隊友 多謝迪布尼 剛才我提到迪布尼上一場 在我理想中的水平上來說 打不到以後 因為打世界冠軍的比賽 去到別人那裡 有打一點折扣 是正常的 我特別希望迪布尼這場打好一點 兩隊球比較 再教授 為甚麼上一場對英格蘭 英格蘭控制不到局面 是因為在中場 因為英格蘭控制不到 再加上兩個後衛的支配 跟兩個中鋒 跟中鋒全場沒有聯繫 就變成 剛才何輝所說的 你又衝 沒有了節奏 變成優勢不明顯 這場球 如果說整個制容結構 比利士是完整的 特別後衛線是很好的 再加上中場的人的質素 如果跟盧卡古的聯繫 是連繫也好 其實以排面角度 我同意 質素比對方高 但以身價計算 這很難說 是的 這件事當然 你說在足球 始終是整隊計算 而說到身價這件事 由於是逐個逐個球員 轉換或收購 整隊加起來 是否代表價錢的總和 這又是不現實的 完全不科學 所以只可以做一個參考 或者可能覺得 各個國家的球員輸出多不多 這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剛才提到迪布尼的問題 在第一場 沒錯 正如陳先生所說 有很多比球的失誤 我們都看到有些球星 我們都提過這件事 始終你去一個國家 踢小杯 類似有些離鄉別井 在另一個國家 要住一段時間 還有就是 始終很多 過去1718球季 踢得很密的球員 難免來到 可能初一段 或者某一段 後段會比較累 初一段可能未入局 都有 一定有調整期 但是也會看到 迪布尼 曼城 哥迪奧拿等等的概念 他的搶球 比其他中前場球員 明顯時間比較準確 大家可以再細緻觀察一下 回到達尼斯 其實今天 在面對比利時 壓迫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亂呢? 第一場 亂到七彩的話 他們是很容易 在後場塞到球 被人打進去的話 這樣就很危險了 是的 說到今天比賽的場地 就是莫斯科斯巴達的主場 莫斯科斯巴達競技場 或者莫斯科斯巴達體育場 這個球場是比較新的球場 2007年正式動攻 2014年才是落城 即是說這支俄超的斑把 在2014年才擁有自己的真正的主場 我們的同事 梁曉露今天應該在現場 他較早前 跟我們在現場採訪過 當時他們主席的索像 也擺在球場邊 這件事 其實各地速聯一般是不允許的 但是這個決定 這次就被接受了 下面的時間要交給梁曉露 看看他在斯科斯巴達那邊 有些甚麼跟我們分享 交給你曉露 Hello 主持人 你們好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 就是在斯巴達體育場的外面 今晚投場的比賽 比利時特特尼斯 將會在這座體育場進行 說回今天莫斯科的天氣 有少少熱 25度攝氏度左右 不過應該不會影響到比賽的進行 現在距離比賽的時間 開球應該不夠一小時的時間 還有少量球迷在進場 當然相信今晚球迷的氣氛 是非常熱烈的 說回比賽的雙方 比利時和特尼斯 大家都會認為比利時 第一場3比0贏了巴拿馬之後 三分在首 排面實力又會相對領先特尼斯那麼多的話 今晚的比賽應該會比較輕鬆地拿下 但是根據我們的了解訊息 在比利時國家隊內的內部人士 就不會認為是這樣的 他們的想法會比較謹慎 在昨天的賽前發布會上 主教練馬天尼斯更加用了少少時間 去分析特尼斯的踢法和戰術 他認為特尼斯一般會用433的陣式擺放 喜歡高位迫搶和擅長反擊 對於比利時國家隊來說 應對這個打法 他們最重要是做好控球和死球的防守 畢竟今屆世界杯上死球的入球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特尼斯方面主教練都表示 他對今屆世界杯自己班球的表現和狀態是滿意的 所以對於今晚這場比賽 他們無論是戰術打法 人員安排應該不會作出太大的調整和改變 所以大家可以預期 比利時和特尼斯這場比賽又是一場攻堅戰 究竟是比利時可不可以成功攻破特尼斯的堅固防守 還是特尼斯可不可以趁比利時後防空空的時候偷到雞 我們拭目以待 接下來我們在現場的報道就差不多了 交回給演播室的同事 謝謝曉露 曉露是一個我們的同事的攝像 但其實他對足球非常了解 所以剛才他的信息量很大 非常流利 我想多一些信息量 因為陳寧 其實你是較早前剛去完莫斯科 還有去過這個球場 去過球場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特別是當時我們去到他們的主席 創始人的索像是在球場底線那邊 即是主席台的左邊那塊 我可以給大家看看 史達路斯丁兄弟的席很大 你可不可以賣一下 這麼大個席在球場上 這麼大個席 很大的 其實通常球場 我和你去過英超 油長球場外面有雲家的席 即是球場外是有的 但球場裡面真的很少見 是很少見 但莫斯科斯不達這個主場 他很特別 通過了 我也覺得奇怪 是通過了 搬不走 主席可能太重 唯一的解釋就是太重 主席的席真的在底線那裡 這是球場的特色 當然他有很多其他元素 但這件事我想在全世界 真的比較少見 是 好 那 除此之外 譬如說你去莫斯科斯的感覺上 當時他的天氣沒有那麼熱 當時就 當時早上10度8度 早上10度8度 那麥特利斯第一場比賽 就輸了給英格蘭 就輸1比2 那場比賽其實看到過程好像很緊湊 但事實上英格蘭下半場 是踢得有點亂 那特利斯有很多打擊 門將受傷 還有他們的踢法也有點凌亂 所以我覺得那場比賽輸球 他們是合理的 但我也想知道 他們真正的實力水平去到哪 時間關係準備去講過 一會再講 好 一會再談 看看特利斯的真正實力去到哪